对于霍建华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 他在娱乐圈中可以说是热度十分的高 也是十分优异的一位老戏鼓 霍建华是有名的古装美男 出演过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停留在多年前的一部经典影视作品《仙剑奇侠》转三当中 当年他饰演的白豆腐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少年 相当的俊秀清爽 有着一种儒雅书生的味道 自这部剧播出之后 霍建华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演技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随后在《花千古》《笑江湖》 《海藤丸恋人》等等当中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而且霍建华长相非常有形 刀鲜一样的脸庞 精致的五官 一双眼睛也特别迷人 不管是穿上古装还是现代装的他 都是妥妥的一枚大帅哥 苏有老干部支撑的霍建华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演员 在生活中的他是一个很闷的人 与胡歌的友谊也被人羡慕 有着是胡不识货 识货躲不过这样的语句流传 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霍建华 在爱情方面也是不该落后的 当年与林心如官宣恋情 官宣结婚也是震撼了整个娱乐圈 早在2006年的时候 霍建华和林心如就曾有过合作 从那时起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直到2016年 整整十年 两人才走到了一起 但为何霍建华和林心如十年后才在一起呢 霍建华曾参加采访时说过 那时候还是好朋友的关系 不想把这层关系给打破了 玩意拒绝了表白 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原来在爱情的面前 每个人都是这么的卑微 就连大明星霍建华 也是毫不例外 只是 因为婚后霍建华和林心如许少同旷秀恩爱 外界一度质疑两人婚姻 时不时就传出分手的消息 毕竟 找一个性格互补的女人结婚 显得不是很靠谱 但是网友们确凑了 婚后的夫妻俩非常的恩爱 虽然低调 但还是会时不时地出来撒一下狗粮 生活过得相当甜蜜 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组成了温馨的一家三口 霍建华自从与林心如结婚后 就是业家庭兼顾 作为演员尽职敬业 作为丈夫细心陪伴 作为父亲父爱如山 那么林心如为何会答应嫁给霍建华呢 如果大家看了霍建华的背景 大家就一定觉得不会奇怪了 难怪有的人说林心如嫁对人了 据悉 霍建华是山东人 而霍建华的家人都是官员 父母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人 其各个霍建员目前是台湾台北市的一个分局局长 不仅如此 霍建华的爷爷更是了不得 他爷爷交货为四 曾在台湾发展 是台湾的司法权威和法务界的元老 当时在台湾可谓是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 早期还曾在孙中山先生手底下做过事 尽管家庭背景如此强大 但却从未听霍建华提起过 这么多年在娱乐圈也是低调形式 怪不得林心如赶着嫁给他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